别抢人走 别抢人走 哎哎哎哎刘备 玩的啊 玩的挺嗨呀 注意点 站起来 完了 完毕了 该 你干啥你网友气啊 啊 我未有你这样的二姑父 感觉到耻辱 哎这孩子没大没小的 怎么跟你二姑父说话呢 你看看 这人认识不 妈呀 这照片你哪来的 我朋友圈里边转发的 这个手术单上的签名 父亲 钱顺芬 别说和你重名啊 对 重名 钱顺芬跟我重名 这个小土豆子的侧脸 别说和你连相啊 不是 这就是连相 别抢这么用的 就是你 这个孩子的妈妈 刘美芬 正满世界找你呢 是不是你 这人是不是你 这是我 大县 你听我解释 这是个好事 不要脸 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你做连桥了 连桥 你啥时候 你啥时候是我连桥啊 二姑父 我现在就告诉我二姑 你站住 往前 我跟你说 你二姑怀孕了 现在是七个月 我跟你说 不能受刺激 你千万 你别说 我跟你说 这事是个好事 你憋着 听着没 对 不能受刺激 别说 千万别说 你放心 我不能说 哎呀我的妈呀 这她咋 二姑父 哎 我这衣服 是不是有点小了 没有啊 挺挺合适的 那我问一下 我二姑去啊 小了 那指定是小了 来来来来 二百块钱 买件衣裳 别说啊 好孩子 我这鞋也不跟鸟了 那这鞋子 来来来来 二百块钱 拿着 换双鞋啊 这上下都有了 中间是不是不能光着呀 没了 你二姑父没了 就四百块钱呢 没钱了吗 二姑父 我拿你这四百块钱 都感觉到耻辱 我跟你说 这是个好事 谢谢啊 别乱说去啊 小天啊 可麻烦了 你这事还不好解释 钱顺峰 他咋知道 哎 大姐夫 大姐夫 你回来了 不要叫我大姐 咋去了 我为有你这样的人 瞧感到吃辱 你咋去了 这上面照片是你过 上面写着父亲 钱顺峰 跟你同名吗 是同名 这小土豆的侧脸 跟你也联系吗 对你分析的特别对 这个人咋 我告诉你 有美缝正在找你 明白不 钱顺峰 是不是你干的 这是不是你 大姐夫 我跟你说实话 是不是你 这是我 呸 不要脸 臭流氓 不是 钱顺峰啊 大姐夫 你还有点良心没有 你听我解释 你媳妇二米 怀孕七个月 怀的是你的骨肉 你说这事啊 二米知道了 可咋整 这千万不能让 二米粒知道啊 大姐夫 能不知道吗 我的朋友圈 都转发了 他能不知道吗 哎呦 你说这可咋整 这个事还不好 大姐夫 站什么 你站起来 不 我告诉你 钱顺峰 我这辈子 最看不起的 就是男人跪下 男人膝下有黄金 站起来 我不站 大姐夫 你替我扛一下吧 我怎么替你扛 你就说这孩子是你的 是吗 哎 你这是坑我呀 你这是往死了坑我呀 你直接把我埋了 行不行啊 大姐夫啊 这事你不帮我扛 我可就死定了 我帮你扛了 我就死定了 你明白不 其实这事我能解释 但是这真是个好事 大姐夫 你什么好事啊 我怕他不相信 大姐夫 你说你干的 这叫什么事 站起来 大姐夫 没说你 明白 钱顺峰 你给我站起来 叫你呢 哦 大姐夫 你上班了啊 你没你下事 哎 媳妇 王小圈 朋友圈里边的照片 别说和你联相啊 别说是巧合 别说我看错了啊 到底是不是你 是我 你听我 解释 来 给我解释 大姐夫 解释 我解释 好 媳妇啊 是这么回事 今天早上 我开车去公司 我就看这马路边 有一个孕妇摔倒了 我就把她扶起来 扶到我的车上 送到医院了 到了医院以后 这大夫说 这孕妇的养水都破了 需要马上进手术室 进行手术 需要家属签字啊 她旁边也没有家属啊 于是我就拿起笔来 在她父亲一栏里 写了个钱 顺峰 后来人家母女平安 孩子大人都挺好的 我一听 挺好的 我就回来了 就这么点事 谁知道 你们都知道了 你就编吧 你这么编 谁信呢 我信 你看啊 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 全对上了 宝宝 我就说你爸 不是这样的人吗 咱回屋叫叫去了啊 虚惊一场 是不是 我问你个事 二美日最近精神 没什么问题吧 没有啊 挺平常的 她怎么能相信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很惊讶啊 这个事 她怎么就相信了呢 早知道 她这么轻易就相信了 我就不拿四百块钱 给王上签封口了 等会儿 你拿钱封了王上签的口 什么意思啊 没有 你这还是骗人 不是我 你指定干坏事了 我没有 我就哎 怎么玩 这王上签四百块钱 封什么口味啊 这没事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是怕王上签把这事说出去 这是好事 她说就说呗 我不是怕这事闹大了吗 就以你这性格 干了好事 不得大肆宣扬啊 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呀解释 钱封峰你真行啊 这时候还骗我呢 是吧 你是不是哪有二米粒 当傻子呢你啊 我没有 我被你们老前家 还孕都七个月 你还这么对我 我知道 我跟你说钱封峰 你以前仨个小黄 也就算了 现在你玩大了 我没玩大了 玩飞鞭子了你了啊 你在外边给我找一大姐 还给我生一头胎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医院 你等着 不是媳妇 你上什么医院呢你啊 我上什么医院 有人给你生头胎了 咋的 我还得给你来个二胎吧 不要脸 不是媳妇 你可千万不能去医院呀 这孩子是无辜的呀 大姐夫 大姐夫也不好使 站住 这孩子是我的 你看 你看 这孩子是我朋友的 什么 什么 什么情况 就他朋友的 二敏 来 你坐着 我给你解释 二敏 情况是这个样子 这个 刘美凤的老公 是我从小的发小 是我的好朋友 对 她老婆 刘美凤 在怀孕 七个月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 不幸 英年早逝 刘美凤悲痛欲绝呀 就不想生活 甚至连孩子都不准备要了 那不行啊 对呀 我一想 这个时候我得救他呀 但是你是知道 你大姐夫这方面 对女孩确实不行 我就请了钱圣恒 因为这是她的强项 对 这是我行啊 你别说话 但是你放心 每次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呢 不是他一个人去 都是我跟着他去的 你去没去 啊 去没去 去了去了 过来 哦去了 我当时我跟他一块去的 每次我们一进到刘美凤家 我们都会 拜计刘美凤的前夫 不用跪下 去工 然后 我开始做家务 干活炒菜 钱顺芬 就做心理理疗 给他讲一些美丽的传说 久而久之 刘美凤 重拾生活的信心 对 今天 刘美凤临产 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本来这个字 应该是我签 我就让顺芬签了 为什么 因为马上不是你们也要生了吗 我让他提前找一找感觉 对 是吧 你看 现在孩子也平安了 这是对刘美凤老公 在天上之灵最好的慰藉 对 你谁呀 我刘美凤的老公 你看 感动得从天上下来 你谁 我是刘美凤的老公 他咋了 什么叫咋 我大姐夫看见在天之灵了 大姐夫 大姐夫你醒醒 大姐夫 大姐夫 大姐夫你醒醒 顺芬 不能说瞎话 说瞎话是容易遭天天 哎呀 我没说瞎话 哎呀兄弟啊 你怎么才来呀 您就是 钱顺峰吧 我就是钱顺峰 哎呦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你 事情是这样的 你说 我媳妇呢 本来预产期呢 还有一个星期 这不今天早晨 去菜市场买菜吗 突然间 我孩子就降临了 当时情况特别危急 羊水都破了 要不是你 亲自把她送到了医院 哎呦 我可能现在就 见不到我的媳妇 和孩子了 谢谢谢谢 谢谢 你等会儿 你把最后一句话 你再说一遍 谢谢你 你不是这句 谢谢前面那句 大点声 你们都听好了 大说 要不是钱顺峰 及时地 把我媳妇 送到医院 可能我现在 都见不到媳妇 和孩子了 听见没有 小孩子你听清楚没有 我听清楚了 我告诉你兄弟 遇上这种事 任何一个人 都会挺身而出的 更何况是我钱顺峰 我钱顺峰经常做这样的事 就是没人信 秦大哥 我信 我告诉你兄弟啊 有个事我有点对不起你 我在孩子的父亲那里 我填上了钱顺峰 我截图先登了 你牵得好 我给你讲 从现在开始 我的孩子 就有两个父亲了 一个是生他的父亲 另外一个 就是救他的父亲 就是你 谢谢 好的好的 没事 非常好 小杠子 你愣在那儿 你是干什么 逛股掌有什么用啊 怎么办 马上到屋檐 整理一下我的世界 向全小区的人宣传一下 明白 那个 这样 麻烦你跟我去一趟屋檐 好不好 好吧 不用 他不用去 他还没有表扬够我 不是 继续表扬 是不是 他必须去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 你冷不顿干个好事 别人不相信 我得找个证人 太对了 赶紧去 不要利息自己表扬的语言 好好好事 一定要好好宣 去 去吧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好好解释啊 要不别人不相信 这怎么 怎么的了老公 哭啥呀 别哭了 从咱们结婚到现在 我干啥事你都不相信 今天你还冤枉我 连孩子都不想要了 你这是干啥玩 关键是太意外了 你也不咋做好事啊 关键是太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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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让我跟孩子说两句话 孩子呀 爸爸是个好人 爸爸向你保证 从今天开始 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你放心 等你生出来的时候 会被有我这样一个父亲 感到 吓了孩子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二胡佛 我在朋友圈里边 看见了你的事迹 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你是我们小区的光荣 你是我的脚 我想你之间 小点脚 小点孩子 你疼 四百块钱还我 花了 花了 买新衣服了 好看不 下手可真快啊 二胡佛 你拖下来我试试 在我的裤子就算好了 你来哭 二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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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下来 你买个买卖 你别买那么囤的呀 谢谢 谢谢